接下来全球现场 要来关注最新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再度的表态 台湾如果遭到了 中国大陆的攻击 美国会防卫台湾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欣宜 美国总统拜登 在CNN巴尔蒂摩举行的 市民大会接受民众提问 他被问到 如果台湾遭到中国大陆攻击 美国是不是会防卫台湾 拜登在现场回答 Yes 会 拜登表示 美国对此有保证 他同时也说 这个有保证的部分 是因为在今年8月的时候 拜登当时接受 ABC News访问的时候 也曾经表态 对台湾有防卫承诺 当时拜登被问到 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 混乱造成的影响 以及大陆官媒趁机 讥讽台湾不能靠美国保护 等等情况 拜登当时是这么说的 他说美国做出 并且遵守每一个承诺 对北约创立条约第五条 做出神圣承诺 如果任何人入侵 或者是对北约盟友 采取行动 那么美国会做出回应 对于日本 南韩以及台湾都一样 这根本与阿富汗 是无从比较的 当时的访问播出之后 拜登政府官员也曾经表示 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甚至有人认为 当时拜登可能是口误 而美国CDC一致通过 对于曾经注射过莫德纳 或者是交生疫苗的人 可以施打第三剂加强针 而且民众是可以选择 接种不同厂牌的疫苗 作为加强剂的 交生疫苗是至少 第一剂已经是两个月前接种 只要是18岁以及以上的所有人 都应该接种加强剂 莫德纳疫苗的部分 是在六个月前接种 第二剂莫德纳疫苗的人 以及65岁还有以上的人 还有一些是有风险 甚至是重病高风险的人 接种第三剂 那么CDC在声明当中 也特别指出来 交生疫苗对于感染和住院的保护 一直相当稳定 但是总体上不像莫德纳和 辉瑞疫苗有效 因此加强剂可以补强 交生疫苗的保护作用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宣布 莫斯科从10月28号开始 一直到11月7号 要重新实施封城了 除了贩卖必需品的超市 以及药局之外 所有商店餐厅 还有酒吧都要关闭 俄罗斯总统普丁早就批准了 在10月底到11月初停止上班 一个星期的政府提案 那么全俄罗斯的劳工 可以放有薪防疫价 同时普丁也指出来 地方首长也可以自行决定 是不是要增加其他的防疫措施 但是俄罗斯也持续通报 一天有1036人染疫死亡 这个数字再创下新高 而且是连续第三天刷新的俄罗斯 自从有疫情以来 一天死亡的最高纪录 路透引述俄罗斯新闻社报道 俄罗斯已经通报起立 新冠病毒Delta变异株的 亚变异株AY.4.2的感染病例 同时也指出来传染力 可能会比Delta更强 因此俄罗斯研究员说 AY.4.2亚变异株 有可能会在俄罗斯境内广泛扩散 导致境内一直破 单日新高的新增确诊数 再往上升 甚至认为AY.4.2 最终甚至可能取代Delta 只是取代的过程 可能会比较缓慢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前 开放华冰 但是这个时候 英国却通报 他们一天新增超过 5万例确诊 创下7月17号以来新高 英国已经成功 让79%的12岁以上人士 接种两剂疫苗 染疫住院人数也相对上比较少 但是英国政府持续的呼吁 所有还没有接种的人赶快去打疫苗 同时也呼吁50岁以上的人 还有临床上比较脆弱的人 接受施打第三剂的加强针 以及流感疫苗 那么卫生大臣贾维德 昨天他是淡化确诊数字 一直居高不下所产生的一个隐忧 他坚称到现在其实也还不是 恢复室内强制戴口罩 这些措施的时候 贾维德说确诊数在增加 可能达到一天10万例 那么疫情还没有结束 英国也会密切来关注数据 只是现在不会实施 应急措施B计划 但是英国公卫人员担心 冬天一到 医院就得处理其他呼吸病 感染的这些疾病的患者 那么新冠确诊数攀升 也会使得医院到时候 是没有办法附和的 因此公卫人员呼吁 政府应该要采取动作 减少紧密接触传染 但是现在英国首相 还是坚持不接受 我们来听听看 强森怎么说 路透有一条新闻是在欢送梅克尔嘛 他的标题写着德文 再见梅克尔 可能是参加最后一场欧盟峰会 现在德国最受欢迎的全新梅克尔传记 叫做梅克尔总理时代 从科学家到全球最具影响力领袖的新典范 那么作者是德国媒体人 他在这本书里头解释了 梅克尔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他 而梅克尔在政坛上遇到混乱的时候 他总是会退到一旁 冷静下来做出思考 就算情势再艰难 也始终保持理性 静待最佳时机才有动作 美国总统拜登在参加 CNN的市民大会的时候 接受了民众的提问被问到 如果台湾遭到了大陆的攻击 美国是不是会防卫台湾时 他回答会 也表示我们对此有保证 好 来听一下当时的对话 下周末就是万圣节了 日本年轻人 这是一年一度的大盛会 当年有许多人会聚集在社会的街头 但是专家非常担心 这可能会造成新一波的群聚感染 让日本趋缓的疫情再次的破功 就来听听日本民众当天 会怎么样来度过万圣节 美国总统拜登在20号返回了 故乡宾州推销他的两兆美元 国内的预算案 但是他眼前所面临民主党内讧 还有人民对他的信任危机 是大主两头烧 而且能看到现在货柜都塞车了 那他怎么办呢 海面上全都挤满载着 满满货物的船只等待卸货 美国加州洛杉矶港塞港 数以万计货物严重卡关 拜登不久之前才信誓旦旦一定解决 尽管承诺24小时运转解决问题 但洛杉矶长体港区 货柜还是堆积如山 临近港口的马路上 甚至塞满来不及卸货的货柜 民众气得干脆直接封路 洛杉矶港货柜进口量占全美四成 是美国供应链关键 港口中塞满上百艘货船 但北方的奥克兰港却让人讶异 居然罚人问津 CNN报道分析 加州港口地理位置具有优势 从亚洲来的货运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但如果加州塞港船只花太多时间在等待 就会连带取消往来奥克兰港的运输业务 美国供应链危机无法解决 成为拜登头痛难题 但拜登重返故乡宾州 则是同样当务之急 他强力推销规模 从3.5兆缩水为2兆美元的国内预算开支案 而最大关键在于 拜登能否先解决自家民主党内讧 中天新闻张力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